哈喽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怎么用这个GVD微mini编辑视频 并且发在这个B站上的 大家看的一些视频 都是我用这个电脑视频剪辑软件制作的 首先打开这个剪辑软件 实惠的应该知道这个东西 大家叫什么 叫什么万星身兼手 然后呢 打开我们的素材 打开我的素材 我的素材呢 是用手机录制的 选择的不高 1080P而已 大家就这样简单看一下好了 今天呢 不做什么游戏演示了 演示大选也不少了 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怎么用它来办公的吧 搞搞生产力好了 首先右击导入 导入我的这个视频 毕竟是七寸屏幕 所以基本我还可以看见的 我今天做的是 我今天呢 做的是这个 叫一个实在的回忆 就是盘一盘 我之前录制的这个 我这个光碟 首先我要给他打个 打一个这个 首先我先给他打个标题 先插入这个标头 名字就叫实在记忆好了 实在记忆 盘一盘 那些年 我买的 那些游戏光碟 然后给他打了个 然后给他打个这个效果 这样自己就出来效果了 好 然后我会听一下 我一边放一边听一下 声音可以 看下空格 做一个暂停 然后这个 我的功耗开的是 我的功耗开的是12瓦 应该是12瓦 给他开15瓦好了 我估计一会没电 先给他插上电源 稍等一下 好了 插好电源了 我是用这个 这个雷电四口 雷电四 这个万能的 这个应该是全灯口 然后呢 用过这个扩展屋 我是用这个 它是有两个Type-C 一个是充电Type-C 一个是万能的Type-C 我是用Type-C 用这个这个转接头 转接头 给他用这个USB 然后连接的鼠标 这个mini 没有USB呢 把USB口换成了 这个All-Link口 好像是 对我来说呢 是个 对我来说啊 是个遗憾 因为我用不到这个 外接下卡屋 但是呢 作为一个新技术呢 也作为一个 观掌机的发展 GPT本来是有意 搞这个 搞这个游戏掌机 所以说 mini呢 这个办公呢 能力 因为没有这个USB口 肯定会有一点下降 它的办公的话 最好的话 我推荐还是 是Max系列 GPT Win Max Max2 我Max都可以 可能比较强一些 但是mini呢 确实是非常小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用它打游戏 感觉很服 只是因为 有不少大家 都已经做过这个视频了 我就不想做这些视频了 所以我就顺手 给它搞一个 这个办公吧 而且我也 而且我也用mini 剪辑过几次了 这样子 好 我们废话不多说 好 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继续啊 我会一点点的看我 看我录制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 看我录制的视频 是不是正常的 那时候呢 网速 那看了 我们那个时候 还是倾向于 盗版本 还有这个 好 这段没有问题 然后再弄这一段 印象最新的 那个时候 电脑还是比较火的 就像现在的手机一样 很火 然后那个时候呢 几乎每个月 还是每周 只要去电脑城 都会在那里翻游戏光节 这个应该是重复了 然后回国以前买的这些友谊节子 然后回忆一下 原来呢 是打了一段 就有一视频 想拍给大家 那没有问题 然后呢 网速还是比较慢的 我们半网速 这段视频没有问题 可以直接往下续 我会一点点跳过去 看自己这个拍摄的 这个是不是有瑕疵 然后该写上文字的 写上文字 那还比较丰富的 这是两迭装的 I和B 是14 今天下到64 说起国产游戏 那个很普通 我们也不能不承认 反正就 大家看到这个断断续续的 是我在一点点跳过去看 因为已经拍好了 我不会再一点点 再从头到尾放一遍 对不对 所以会跳着看一下 编的是不是有问题 这里没有问题 然后这里再个解说 介绍到此结束 后面附上一段 我今天打游戏的 是一款安卓掌机 然后这里我直接给它缩大 直接给它变大一下 这部分我直接给它变大 因为它的屏幕是7寸 我还是能够看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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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在暗屋上来 从这里开始好了 最后给它掐掉 这个是写同样招 点这个 除了这位招 这招是打招 这个是写同样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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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變得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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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變得好 吃變得好 好 最后祝大家中秋国庆 双节快乐 我用个高级编辑好了 比如说加入动画 确定 弹一下 可以 可以 写观看 然后呢 这是做了一个15分钟的这个游戏视频 做了一个15分钟的 嗯 经过了大概十来分钟吧 他这个不准 现在只剩下 只要4分钟就可以去按好了 大概也就过了10来分钟 现在是 22点31 用管理器 然后看一下这个占用啊 这个速度是2.8G 利用的31% GPU占用18% 基本没有占用 CPU呢是占用31% 打开资源管理器 这个呢 因为渲染还是比较占用这个 渲染还是比较占用这个 机器这个资源的 还是比较吃硬件的渲染 可以看到他这个占用也不是很高 他这个温度的话 可以看这里 我是开的15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开的15瓦 现在这个CPU温度是64度 GPU呢是625 然后因为他是这个 这个机器呢 因为他是我这个内侧器是金属外壳 所以15瓦还是已经有热感了 有点温热 15瓦有点温热 好了 温热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啊 温热是6.36G 然后呢 用10的话 创建时间是22.16V 然后修改时间是22.37V 也就是用了21分钟 用了21分钟编辑好了 这是个阿开视频 用了21分钟编辑好的 哎呀 再一次 迷人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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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